1月15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于1月22日至25日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外界认为上述决定是刘鹤将担任中国主管经济财政领域副总理的最新迹象。王岐山是否随团目前尚写不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5日宣布,因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将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1月9日,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出席1月23到26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首要任务是宣扬美国优先的价值,这是18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自出席。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很乐意有机会与世界领导人一起推动他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总统期待着推动他的增强美国企业、美国工业和美国劳工的政策。据悉,中共19届二中全会将在1月提前召开,很可能与达沃斯论坛同期,当时,外交部没有公布刘鹤月底率团赴达沃斯论坛。 因此,15日早上法广引述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高调预报出席达沃斯,中国主席习近平是派往齐山或是亲自去引起国际关注。 过去,中共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和副总理等都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中共十九大后产生新一届政治局和常委,但因两会还未召开,作为国家层面的最高层任命尚未完成,这对习近平来说,选择谁参加应该不是难题。 但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释放某种信号,从而引发外界的不同解读。 报道分析说,新一届中共常委中,汪洋仍然兼任长一届副总理,前往达沃斯上述正常,至于盛传将在两会后接任副主席的王岐山,如果提前出山,可谓是习近平的妙招,但因王岐山名不正言不顺又是一步嫌弃。 中共十九大上,王岐山因年龄问题未能留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此前多方消息称,王岐山并非落退,将因习近平邀请担任国家副主席。 依照中共宪法和党章,国家政府主席都不需要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甚至不需要有中共党籍,也不受中共官场七上八下规则的限制。 而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已被提出中委名单,不排除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 至于此次随团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中方人员中,就否有王岐山目前尚写不知。 不过,有分析认为,王岐山在经济领域也比较有名望,如果随团出席达沃斯论坛会宣宾夺主,因此不太可能。 据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已经确认,除美国总统川普外,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交付会, 但是仍未收到中方到底是何种级别领导人出席的任何信号。 一年前,习近平曾在达沃斯大谈全球化,但川普没有出席,当时川普过渡团队中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彭博社, 川普认为出席论坛将背叛他的民粹主义运动。 川普2016年在竞选总统时,曾批评达沃斯论坛是建制派精英分死了俱乐部。 1月10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川普没有改变他对达沃斯论坛参与者的看法, 今年是他亲自拍板决定参加,但并不是因为看到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论坛的表现, 而是想去论坛上向各国领导人、学术界及商界人士,彰显美国优先价值。 CNN新闻报道说,近年来历任美国总统大多数派代表出席达沃斯论坛, 里根通过卫星在这个论坛上发表演说,2000年,克林顿亲自出席, 成为美国首位出席该论坛的总统,其后的总统则都缺席。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成立于1971年,总部设在瑞士, 每年1月末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办年会, 每年吸引1000家论坛会员企业的执行长的到来, 同时还有来自政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宗教界和媒体的众多代表, 只有收到世界经济论坛邀请的人士才可参会。 各领域的领袖们共同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 据悉今年的主题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创造共同价值观。 意大利时报13日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甲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在启布兰。 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已经展开调查。 据报称,中国神秘商人李永红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自入主AC米兰。 1月13日,意大利时报报道,一甲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 意大利检方怀疑是否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已经展开调查。 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 涉嫌从事洗钱行为。 米兰检查机构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报道说,米兰检方想探明,中国买家为买下7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AC米兰, 支付球队前东架,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7.4亿欧元是否有蓄意灌水, 或是为了将大笔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 2016年8月,张控AC米兰俱乐部股权的Fininvest集团发布声明称, 与中方达成协议,将AC米兰的估值定在7.4亿欧元, 以及大约2.2亿欧元的债务。 法新社报道, 贝卢斯科尼经营AC米兰30多年,期间球队战绩斐然, 共计夺下29座奖杯。 但在去年4月13日, 由李永宏领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这一中资财团买下AC米兰99.93%的股份, 并接手球队共计2.2亿欧元的债务。 2017年11月, 纽约时报刊发神秘的中国老板能化解AC米兰的财务危机妈的文章, 称李永宏对AC米兰的收购 似乎已成为一系列存在众多问题的中国交易的象征。 文章说, 李永宏向意大利足球官员描述自己拥有一个矿业帝国, 然而他在矿业界喊为人知。 中国的企业记录显示, 至少在官方文件中, 李永宏的矿业帝国是由他人所拥有的。 但AC米兰的发言人表示, 李永宏对其矿业业务的控制权已由参与交易的律师和银行核实。 文章称, 中国的记录还显示, 李永宏和中国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一系列商业纠纷和争议。 目前对李永宏极其背景的发掘, 以陆媒上海证券报2016年11月的报道最为相近。 报道称, 20年前, 李永宏参与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千万元的庄园案。 在销声匿迹十多年后, 他开始出没于国内资本市场并违规造罚。 2016年, 他牵头成立神秘财团, 要将AC米兰俱乐部收入囊中。 报道还说, 如果不是一张与AC米兰前任东架, 意大利前总理对卢斯科尼的合影被公开, 全球互联网上你都很难一睹他的身容。 而其神秘低调的背后, 实则隐藏着一庄金案, 震惊国内的华州三大庄园案。 华州三大庄园之一的广东绿色山河庄园, 其主要操盘手正是李永宏和他的父亲李乃志, 大哥李洪强, 弟弟李永飞。 2004年9月, 华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李乃志、李永飞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另有相关法律文书显示, 李洪强在逃, 李永宏也被立案处理。 刑事判决书显示, 绿色山河庄园与投资者签订了合同书556份, 合同金额4302万元人民币。 报道说, 这应是李永宏的财富积累起点。 李永宏自此销声匿迹, 一度被公安机关列入追逃人员名单。 现在, 李永宏这个资本玩家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 终于入主AC米兰。 纽约时报称, 目前尚不清楚李永宏的财富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该俱乐部解决困境。 路透社则称AC米兰老板李永宏寻求引入新投资者分担财务成本。 中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周立波涉嫌藏堵和持枪, 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 日前在纽约长岛拿骚陷刑事法院上庭。 若罪名成立它将面临三年半到十五年监禁。 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报道, 周立波去年1月19日在长岛开车蛇刑被拦截, 警方从车中搜出毒品与枪械, 当场逮捕他与同车的唐爽,两人隔天或保释。 去年7月唐爽全部控罪被撤销, 检警则继续调查周立波案。 检方起诉书称,经调查发现, 周立波确实持有子弹上膛的手枪与结晶甲基安非他命。 去年12月18日大陪审团投票通过, 起诉罪名成立。 周立波保释金5000元, 下次上庭2月1日。 辩护律师斯卡林坚持被告无罪, 称周立波根本不知道车上怎么会有强和毒品, 被告最终会或无罪判决。 周立波出庭后透过个人微博发表长文, 表示被控罪不代表有罪, 他从未认罪, 甚至认清罪结案的想法也没有过。 他写道, 我不认罪, 不仅仅是对自身品行的绝对自信, 同时也是对所在国法律的基本信心。 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消除我, 检方和事件真相这三者之间, 因各自角色的不同而造成的正常误解。 随着中共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 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杨落马, 军中打虎再传重磅消息。 13日有消息称, 刚协任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被立案审查。 此消息尚未得到北京官方证实。 1月13日, 国内红二代微信圈传出, 刚协任的原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被立案审查。 中共十九大选出的其他六个中央委员也在接受调查。 18大以来的中央军委委员几乎半数落马。 去年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中共十九大代表名单中, 范长龙曾经上榜。 但在中共十九大后,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名单范长龙消失, 意味其落选十九届中委。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装备发展部原部长张又霞 接替范长龙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退休。 早在2014年8月, 网上就有来自军委内部消息说, 徐才后落马后, 军中巨头们个个紧张, 尤其是涉谈的郭伯雄、 范长龙等人急于寻找对策自保。 他们急着当年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机会, 郭伯雄勾结范长龙、 房峰辉、 常万全、 徐粉林等人联络和策划政变。 他们共推的政变领导人是军委副主席范长龙。 军队内部的人都清楚, 范长龙是徐才后一手提拔上来的铁杆亲信。 2016年5月份, 再有中共红二代在微博称, 看来军中某条龙是顶不住了, 掉下来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时, 多数人猜测军中某条龙, 是已经退休的原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后勤部长廖熙龙, 或者是范长龙。 同年3月份, 由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范长龙和廖熙龙曾分别向军纪委上交问题款项, 前者三百万, 后者四千万。 这两条龙本来属于要拿下的军中梁虎, 但因属主动退赃及案发十八大前, 加上两人捣鼓郡山, 徐才后, 郭伯雄有功, 两人才暂时获习近平宽恕。 据媒体报道, 范长龙实际上与徐才后关系颇深, 范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准备退休, 突然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时委徐才后推荐, 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更被架空。 不过, 习上台后要拿下徐, 范立即反割一击倒徐, 帮助拿下徐才后。 报道指, 习掌权后没有快速拿下范长龙, 而是让他坐冷板凳, 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中排名第一, 但无缘出任军改小组副组长, 只做有名无实的副主席。 目前为止, 范长龙被查的消息尚未得到北京官方证实, 如果消息属实, 说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军委委员 几乎半数已经落马。 为期三天的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 二次全会13日闭幕。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习除了为中纪委未来一年, 乃至五年的工作定位之外, 还表扬了中纪委自十八大以来 所做的反腐工作, 并用一句话评价中纪委原书记王岐山。 2018年1月11日至13日期间, 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 跟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一样, 习近平和其他政治局常委, 除李克强外访, 一同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悉,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强调, 反腐工作要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 老虎要露头就打, 苍蝇乱飞也要拍。 同时,还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 既抓涉黑组织, 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对于新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习近平要求执记者必先守记, 绿人者必先绿记。 赵乐际在会议上表示, 未来,纪检机构要排除错误思想干扰, 重整形状再出发。 同时,习近平还表扬了中纪委 自十八大以来所做的反腐工作。 习近平说, 十八大以来, 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忠诚屡之尽责, 做到了无私无畏, 敢于担当, 向中央和人民交上了优异打卷。 外界分析,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 很明显是在表扬 王岐山主导中纪委时期所做的工作。 此外, 会议开幕日, 中纪委通报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系律审查情况, 其中提及2017年共处分省部级 及以上官员58人。 这也似乎在总结王岐山的打虎成绩。 王岐山被外界称为反腐沙皇, 打虎队长, 中共十九大闭幕后, 王岐山退出中共权力核心。 在过去五年里, 王岐山全力协助习近来铁腕反腐, 坚持老虎, 苍蝇一起打, 反腐风暴习卷党, 政, 军, 商。 官方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六月底, 五年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及其他中管官员440人, 其中18届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43人, 中央纪委委员9人, 厅局级官员近万人, 县处及以下官员达到140多万人等。 最眼人注目的是, 这场反腐风暴中, 习网目标直指带老虎, 誓言反腐败绝没有铁帽子王。 打破行不上常委的官场惯例, 查处了郑国级高官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等人。 五年内, 王岐山查处的省部级贪官比中共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 同时也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 因此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 有消息称, 在过去几年里, 针对王岐山的暗杀至少有27次。 北京最高层和王岐山心里都非常清楚, 策划谋害他的黑手就在中共党内。 中共海关总署日前公布, 去年中美贸易顺差高达2758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美国川普此前曾表示, 对华贸易的态度取决于北京在制裁朝鲜方面的力度。 分析认为, 中美贸易不平衡恐会使北京对朝政策压力倍增。 1月12日, 中共海关总署公布, 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 年增长11.5%, 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 增长14.5%。 中美贸易顺差高达2758亿美元, 较去年的2507亿美元增长近一程, 创历史新高。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中美贸易顺差扩大至2758亿美元, 超过2015年的2610亿美元的记录, 这可能会招致川普政府的批评, 中美经贸紧张关系或升温。 中美贸易不平衡一直遭到美国的批评, 川普认为, 庞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体现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他上台后直言, 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不过, 从目前情况来看, 中美贸易差距并没有改观。 1月11日, 川普接手《华尔街日报》专访时称, 在贸易问题上, 美国已加大对北京的强硬程度, 但没有达到他原本希望的水平。 川普表示, 就像他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 他本应对中美贸易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纠正这种不平衡。 不过, 在迫使朝鲜汽河问题上, 北京为华盛顿提供了帮助。 此前, 在潮核危机影响到半岛局势的情况下, 川普曾表示, 美国会把北京施压朝鲜作为贸易上让步的交换条件。 去年11月, 川普访华时再度就贸易和朝鲜问题向北京施压。 习近平承诺要实现中美健康、平衡的经贸关系, 同时也承诺要努力实现朝鲜无可化。 外界认为, 北京虽然在制裁朝鲜上展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姿态, 不过, 被地理似乎仍与朝鲜暗通缓取。 近日, 美国的侦查卫星发现, 中朝两国的船只在海上对接, 进行石油交易。 这显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出台的向朝鲜献游的禁令。 川普对中共这种阳奉阴违的流氓手段非常恼火。 他在推文中批评中共做坏事被带阅现场。 分析认为, 目前, 朝核问题仍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而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矛盾也日渐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对朝政策恐压力倍增。 朝鲜政权及参加平昌冬奥会, 展开拉拢韩国排斥美国的舆论攻势。 朝鲜代表在韩朝会谈中声称核武不针对韩国, 但朝鲜官媒随后狂言, 作为核武强国威振天下, 可全力展开统一大业。 1月12日, 朝鲜官媒劳动新闻刊登出劳动党党魁金正恩视察朝鲜国家科学院的演说。 金正恩强调, 由于自己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才有了核武与弹道导弹开发的进展, 并声称即使敌人继续制裁十年, 一百年, 也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 同日, 朝鲜另外一篇官媒社论中, 提到日前的韩朝会谈, 赞扬这是金正恩南北关系方针的大变动, 还称朝鲜作为核武强国威振天下, 五等民族可以安心并全力展开统一大业。 虽然社论中提及五等民族, 仍有与韩国亲如兄弟之意, 但如果朝鲜核武器果真能威振驻美国, 可以想见, 失去安全保障的韩国自然很难位列主导统一的五等民族之内。 1月9日, 韩朝在边境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举行了会谈, 以促成朝鲜参加二月的平昌冬奥会。 外界有分析指, 参加冬奥会是朝鲜的离间计, 金正恩向韩国示好, 目的是在首尔和华盛顿长达70年的联盟之间打入蝎子。 双方会谈后发布的联合新闻稿, 似乎也证实了朝鲜这种意图。 在新闻稿中有这样一句表述, 即有关南北关系的一切问题, 都应由我们民族的当事者自己解决。 韩媒消息, 朝方代表在会谈中也表示, 朝鲜核武器只针对美国, 而不是我们的同胞, 只韩国, 也不是中国和俄罗斯。 1月11日, 朝鲜劳动新闻宣称, 韩国当局应该停止与美国的一切和战争演习, 摒弃所有引进的美国和装备, 以缓解韩朝军事紧张局势。 日媒担心, 一直主张对朝绥靖政策的文在寅政府, 会堕入金正恩的圈套, 让对朝制裁的国际包围圈出现韩国漏洞,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的限制。 而原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已被提出中尉名单, 不排除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的可能性。 至于此次随团参加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中方人员中, 就否有王岐山目前尚且不知。 不过, 有分析认为, 王岐山在经济领域也比较有名望, 如果随团出席达沃斯论坛会宣宾夺主, 因此不太可能。 据报道,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办方已经确认, 除美国总统川普外, 包括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交付会, 但是仍未收到中方到底是何种级别领导人出席的任何信号。 一年前, 习近平曾在达沃斯大谈全球化, 但川普没有出席, 当时川普过渡团队中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彭博社, 川普认为出席论坛将背叛他的民粹主义运动。 川普2016年在竞选总统时, 曾批评达沃斯论坛是建制派精英分死了俱乐部。 1月10日,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 川普没有改变他对达沃斯论坛参与者的看法, 今年是他亲自拍板决定参加, 但并不是因为看到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论坛的表现, 而是想去论坛上向各国领导人, 学术界及商界人士, 刚嫌美国优先驾招部没有公布刘鹤月底率团赴达沃斯论坛。 因此, 15日早上罚广引述报道说, 美国总统川普高调预报出席达沃斯, 中国主席习近平是派王岐山或是亲自去引起国际关注。 过去, 中共国家主席、 副主席、 总理和副总理等都参加过世界经济论坛。 中共十九大后产生新一届政治局和常委, 但因两会还未召开, 作为国家层面的最高层任命尚未完成, 这对习近平来说, 选择谁参加应该不是难题。 但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释放某种信号, 从而引发外界的不同解读。 报道分析说, 新一届中共常委中, 汪洋仍然兼任长一届副总理, 前往达沃斯上述正常, 至于盛传将在两会后接任副主席的王岐山, 如果提前出山, 可谓是习近平的妙招, 但因王岐山名不正言不顺又是一步显棋。 中共十九大赏, 王岐山因年龄问题未能留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此前多方消息称, 王岐山并非落退, 将因习近平邀请担任国家副主席。 依照中共宪法和党章, 国家政府主席都不需要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甚至不需要有中共党籍, 也不受中共官场七上八下规则的日。 CNN新闻报道说, 近年来历任美国总统大多数派代表出席达沃斯论坛, 里根通过卫星在这个论坛上发表演说, 2000年, 克林顿亲自出席, 成为美国首位出席该论坛的总统, 其后的总统则都缺席。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成立于1971年, 总部设在瑞士, 每年1月末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举办年会, 每年吸引1000家论坛会员企业的执行长的到来, 同时还有来自政界、学界、非政府组织、宗教界和媒体的众多代表, 只有收到世界经济论坛邀请的人士才可参会。 各领域的领袖们共同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 据悉今年的主题是在分裂的世界中创造共同价值观。 意大利时报13日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向中国投资者出售一家俱乐部AC米兰的事情在启布兰。 意大利司法机关怀疑这起交易涉嫌洗钱, 已经展开调查。 据报称, 中国神秘商人李永红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1月13日, 意大利时报报道, 意甲足球禁旅AC米兰去年被中资收购。 意大利前方怀疑是否。 1月15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将于1月22日至25日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外界认为上述决定是刘鹤将担任中国主管经济财政领域副总理的最新迹象。 王岐山是否随团目前尚写不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5日宣布, 因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的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 将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 1月9日,白宫宣布, 川普总统将出席1月23到26日, 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首要任务是宣扬美国优先的价值, 这是18年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自出席。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川普总统很乐意有机会与世界领导人一起推动他的美国优先的政策。 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总统期待着推动他的增强美国企业、 美国工业和美国劳工的政策。 据悉,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将在1月提前召开, 很可能与达沃斯论坛同期, 当时, 外州有以洗钱为目的灌水交易, 已经展开调查。 意大利新闻报也报道称,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当年向中国买家出售旗下AC米兰足球俱乐部时, 涉嫌从事洗钱行为。 米兰检查机构已经就此展开调查。 报道说, 米兰检方想探明, 中国买家为买下7次赢得欧洲冠军联赛的AC米兰, 支付球队前东架,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7.4亿欧元是否有蓄意灌水, 或是为了将大笔资金从境外带入意大利。 2016年8月, 张控AC米兰俱乐部股权的Feninvest集团发布声明称, 与中方达成协议, 将AC米兰的估值定在7.4亿欧元, 以及大约2.2亿欧元的债务。 法新社报道, 贝卢斯科尼经营AC米兰30多年, 期间球队战绩斐然, 共计夺下29座奖杯。 但在去年4月13日, 由李永红颖军的一群中国投资人出资入主AC米兰。 这一中资财团买下AC米兰99.93%的股份, 并接手球队共计2.2亿欧元的债务。 2017年11月, 纽约时报判发神秘的中国老板能化解AC米兰的财务危机。